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无异禀好运 女子赛场在WTA250华兴战女单半决赛一场中国得比中 29岁的朱玲以6比2 6比4玩是21岁的小妹妹王兴瑜 职业生涯首次杀进巡回赛单打决赛 北京时间今晚6点半左右 朱玲将和乌克兰人特苏伦科争夺最后的冠军 后者在7比5 4比0领先时 收到对手安德莱斯库的退赛大礼 WTA250里昂战单打半决赛 本土作战的头号种子加西亚以6比2 6比2横扫哥伦比亚一解赛拉诺 职业生涯第15次挺进巡回赛单打决赛 另一场半决赛 美国小将帕克斯以6比3 7比64击败比利时人扎涅夫斯卡 职业生涯首次跻身WTA单打决赛 我们再来关注2023年戴维斯杯世界组资格赛 经过两天的较量 比赛已经赛成过半 英国队 美国队 瑞士队 塞尔维亚队 法国队和瑞典队分别击败各自对手 已经率先晋级决赛圈 比利时队 杰克队也已经2比0领先 晋级在望 而出战戴维斯杯世界一组附加赛的中国队 在客场以大比分0比3赋予实力更强的巴西队 无缘更进一步 其中特日格勒以1比6 2比6不敌阿尔梅达 崔杰以3比6 4比 六负于蒙泰罗 张泽崔杰以2比6 3比6输给马托斯阿尔维斯 三场比赛一盘未得 我们再来关注下周赛事 北京时间昨晚 ATP250法国蒙比利挨战公布了南单阵赛签表 头号种子丹麦新星鲁内领衔出战 2比4号种子分别是意大利新星星纳 克罗地亚名将丘里奇和西班牙名将阿古特 中国一哥张之珍将出战资格赛 ATP250达拉斯战南单阵赛签表也在北京时间昨晚公布 美国双星弗里茨、蒂亚弗 加拿大名将沙波瓦洛夫和塞尔维亚人凯茨马诺维奇分裂前4号种子 中国二哥吴义炳直接入围阵赛 首轮将迎战本土球员迈克尔比莫 小将商俊臣将出战资格赛 WTA500阿布扎比战正赛签表也新鲜出炉 中国老将张帅首轮对战爱沙尼亚名将康塔维特 郑清文的对手是一位资格赛球员 最后来猜一猜认一认 下面这张图片是两位球员小时候的合影 不做提示 您能认出他们哥俩都是谁吗 上期的猜一猜 伊萨卡岛和火花两位球友给出了正确答案 没错 图片上的人就是加拿大美女球员布莎尔 来源网球之家作者特立独行了解更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